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讲解 那最近行情在最近两天的时候 其实是变化也比较大 美国在最近一段时间上 它的经济数据可以说是超级超级的好 好 那在这种超级好的经济数据之下 我们注意到几个比较好的变化的情况 也几个关键的变化情况 那其中比较大的 我们看到在中间的美元指数 走出了中间的一些破位的行情 创造了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高值 现在来到95 来到95 美元指数我们注意到 美元的近多头在增长 美元指数现在来到了 2020年9月以来的最高点 一年以来的最高点 那现在冲上来了 那这样的美元的上涨力度 美国经济这个比较强劲的复苏所带来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也是有相当的可能性 出现美元指数整体 整体大幅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所以在美元整体上涨的情况下 我们会看到整体上 美元在整体上涨的情况下 我们会看到在最近所有的非美的产品 都是以一个可以说是断崖的一种情况 在往下走 包括欧元 包括澳币的一个下跌 然后原油也下了 因为毕竟这些产品都是以美元去计价 这些都是以美元计价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间 整体上是往下走 那我们在中间的 整体往下走的过程当中 黄金一枝独秀 在黄金的这个图有什么原因呢 黄金的上涨几个原因 美股它的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 美股的压力是比较 整体的压力是比较大 那美股在美国经济复苏的时候 为什么会比较大呢 其实还是一个关键点 就是市场还会不会再救市 基建的法案会不会再继续延续 这是市场当中最重要的关键点 那最近几天 拜登政府开始做1.2万亿美元的 这个投资规划 要建50万个充电桩 就要在美国各地区 建各种各样的充电桩 充电设备 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上 基建是否能够有效的去 补出这个基建 能否有效的突出 那是市场当中 其实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今天的时候 我会和大家去谈及到 下周特别要去关注的几支股票 好 那第一个呢 我们先从美国它开始 那这个叫做American Tower 它的代码呢 是AMT 那AMT呢 是大的范围呢 是属于在这个地产范围之内的 这样一家公司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家公司 在今年的时候 运营成本 运营成本的支出的将会在2020年达到高峰 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呢 会保持相当强劲的镜头 那注意到我们目前啊 就是 目前这个公司呢 因为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上 他要去新建更多的 这个5G的这个覆盖 就是他希望他自己的5G覆盖率 要去有一个更大的增长 对比于VZ 还有TC Band 这些公司的话 包括中间 他的5G方面上的 其实是他的相当重要的 包括他的3.45G赫兹的 这些的增长率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这是他未来的一个部署 另外还有基建法案 在目前的时候 我们觉得 这个基建法案的逐渐会形成 更多的一个推动力 那两档的 那目前情况下 两档对于基建法案呢 还是有一些动荡 那么我们认为 基建法案会给这类型的公司 去贴上一个新的价值标签 所以我们说下周 排名第一的 我觉得这个公司可以算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至少你是觉得特别值得关注 因为他既要涨价格又要低 好我把这个公司 他基本的这个情况调出来 基本情况调出来 我们看到 那这个公司 他的总体的市场价值 125.64个billion 超级大公司 超级大公司 那市场价值 然后他的股息率的1.28 等等 这些他的一些内部的中间的一些内容 当然他属于金融房地产执行的 这个信托基金 那在最近的时候 我再和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从2021年开始看起 看这个公司 和大家做一张图 这张图当中 我会和各位来去推理一下 这个公司他将会将会在哪里 这就是我们相当内部的一些 进入到这儿的 我会和各位去谈及到 他的如何去布局 以及他 我们该如何去做这个 那么这个公司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影响他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 他的运营成本达到分子 第二个是基建法案 是否被充分去考量到他的里面 另外还有就是他的用户流失率 那我们说这个公司目前呢 他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最近的客户流失率是比较高的 不只是在美国范围 包括他扩大的欧洲区 还有印度 都是有所流失 当然他的市场在不断的扩大 外部的市场可以去抵消一部分 他内部运户的流失情况 就他外部的会有增长 内部的这个会有一些流失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司 股价呢 还是就看他最近的一年 从2021年开始 我们来看 来看他的股价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公司 他的影响 影响的因素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从影响因素上 来去谈起 第一个我们说 这个公司呢 我会给他更高的operating 这个rating 他的2020年达到他的分值的 运营成本达到分值 第二个呢 我们说基建法案 是一个之后相当重要的一个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认为将来的 这个基建法案呢 将会是他的主要的驱动力 什么意思呢 美国政府开始去 做这个 做将来的 更多的基建 那他一旦开始 抢5G 这个时候了 他就会中间去受到 相当的有利之处 第二个 我们会看到 他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他的欧洲区和 美洲区的 欧洲区和印度区的 这个客户呢 会增加 会增加 那我们说中间 那这些增加的力度呢 将会去抵消掉 他的这个损失 就是国内部分的损失了 就会由 这部海外的部分 去得到一个 一个 一个区 一个底下 这是我们看到 他的一个 一个驱动力 另外还有就是 他在估值层面上 估值层面上 也会 也会有变化 这是基本面 这是他 相对来说 比较重要的 基本面的变化 另外我们看到 在这个 行情当中 就是他的这个 图形当中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的基本情况 就是America Tower的 基本情况 那这个公司 我刚才说过了 超级大公司 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billion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大公司 截止到目前 他的价格呢 是在 他的价格来到了 272 272 就是这样的 一个位置 Market这个 价值的 124个billion 这样的一个billion 然后我们看到 他的这个 pb 他现在的pb 是22.9 pb还是比较高 那么中间 我们还看到 他的pb的这个值呢 虽然是22点几 但是他现在pb的值呢 是来到了一年的低点 接近一年的低点 他现在pe的值呢 是达到五年的低点 pe现在是49.54 大概是几年的最低点 也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数字 好 那另外 那另外再看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发掘这个 他内部的这个 这个价格呢 我们现在 他目前的价格是 272 272 那我们将来 他的target的价格 最终会回到 回到价值上 那 那现在我们看到 他 他现在的 target的price呢 我觉得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啊 说价值一定要加上 加上时间啊 所以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他的 这个价值呢 其实是没有 意义的 没有意义的 那我们觉得说 他在 未来的一段时间 到今年 年底的时候 会达到多少呢 今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认为他的价格 会来到296啊 当然非常乐观的价格 会认为他能够达到 350左右的这个 这个位置 350左右 位置 所以我大致的给他的 规划的 这个位置呢 是315到350之间 3350之间 那 如果是中规中矩的价格呢 那我觉得 在315到324之间啊 就是不计算乖离的话 我们会认为他的价格呢 会在这个 这个区间上 当然这个 这个价格呢 是比较乐观的 就是这个价格 我觉得 现在距离年底的时候 实际上是 比较 接近啊 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达到315到324 其实是 我觉得是 有 稍微有些 就是通过算法 他得出的这个数字 是这样 那实际上呢 呃 呃 他可能会 有一点点偏高 可能会有点 就这个值 可能会有点偏高 但是 如果我们就再去 减去一些 恒量化 现在 减去一些恒量化 大致到300左右的这个价格 前高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 相对来说是 比较 比较可惜 目前我们说 这个公司的价值呢 基本上 就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上 基本上 它的位置呢 就是在 现在的位置上 大致是 250到265之间 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值 是相对比较高估的啊 那我 那我 我想可能运动到这的时间呢 可能 是会更远一些啊 我在这边加一个 middle of 这个 啊 这个2022 就是大致达到这个的时间 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会 进入到明年年中的时间 那 确定将来的法案 如果得到 有效实施的话呢 那 那中间在这个上面 它的力度呢 可能会更强一些 看看它相对对标的 这些公司 有哪些 在转化 看看一些对标的公司 那对标的公司 我们看到 Crancastle International Corp 啊 这个 也是70多个 70多个billion的 一个 一会儿我也会 谈及到它 那这个 这个公司价值多少 它的 它的价值来到 市场的 这个104个billion 其实跟它 差不多 跟它差不多 104个billion 那另外还有就是 对标的公司 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 再去谈这些 对标公司 去根据它的 行业的走势状况 来去推导出 它将来可能的状况 因为 行业会给出 它一些额外的 上涨的动力 那目前我们看到 American Tower 目前的这个状况 也有不少的公司 去切近到它 去购买 去购买它 9月份的时候 我们有 King Fisher 机构建仓 King Fisher 是在9月份建仓 开始建了 拿了它的大致 100多万 100多万 我当然King Fisher 是在中间的 是在目前的 是相对来说 还有一些浮亏 减了4.4% 入场的位置 大致是在285 入场位置 就在上 是在9月份入场 现在是11月份 9月份 9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 9月份 前期破位的时候 在这 King Fisher 然后在这 在这入场 那 中间 持仓比较多的 我们看到 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呢 是有700万 大致700万 那这个公司 是有增加了 加的7.11 它的持仓 持仓的大致 是700多万 而且持仓的仓位 是一直在增长 从2011年开始 就从 就开始持仓 然后 King Fisher 是大致开始 那这个 King Fisher公司 这个大致开始 建仓的时间呢 是 20年开始 主力建仓 那另外我们看到 在最近的时候 这是我们看到的 基本面 基本情况 基本的影响因素 然后还有就是 它的 基本的建仓 另外还有就是 如果去谈及 它的最高点的话 谈及它的 最高点的话 主要是还是来自于 它的 2022年 将来会有 一些 更多的 这个增长 包括中间 它的年化增长率 还有它的 DCF 等等的 这些数字 去把它 加成上去 给了它一个 给它的 这个 这个高值 给它的一个 一个 一个高值 所以它 可能能够达到 达到一个 一个高值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技术面上的 技术面上的数字 技术面上 我们眼见的前方 低点 200 260 这是 250到260之间 价值是多少呢 价值的时间是 NMV November的 2020 21年的 这个时间点 它的价值 它的价值的位置 价值 我们认为 它的价值 会出现在 出现在这里 那调整到这个位置 这一波 如果调整到这个位置 那显然是一个 比较好的买入的 这个这个点位 好 这我们看到它 下周 可以去 关注 另外 马上 我的第二个公司 就是我们在今天这里说的 这个对标公司 CCI的 你要知道 我想说 CCI和它 其实是有关联的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基建法案 也同样会运用到 会影响到 这个CCI当中 我们把这个 加入到 添加到自选列表 11月份 甚至12月份 它也 CCI这个公司 我们其实在 在去讲解 在说它的基本面的时候 其实 它跟我们刚才所说的 美国塔 其实是有 相当多的相似的地方 包括就是政府的驱动力 这方面 它有很多的 相似度 很多的相似度在里面 那么这两个到底去 买哪个 我觉得 至少这个题材 我觉得说在 在中间的其实 值得去做的 政府的这个基建法案 会给它一个积极的影响 绝对是积极的影响 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说 目标价格 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了 将它的目标价格 也做了一些提高 从原来的192 提高到了195 去增加了 它的这个目标价格 我们做价值投资的时候 再次去提高 它的这个目标价格 那我们看到这个行情 这是它的周线 2021年以来 2021年以来 它在150的这个位置上 其实是有过一次点击 这个位置 这个150的位置 那我们在周线图上 去把这个图了 去做一个做一个 绘制 这是这是150的位置 既是2019年的最高点 同时150的这个位置 也是今年调整的最低点 所以150将会是它的一个 我们说的分水里 那最近的周线图上 又一个又一个大涨 周线图上一个一个 一个大涨的大涨的行情 这个行情跌的不够深 跌的再深一点才好 那目前我们再往下 去发掘这个公司的时候 它的价值在哪呢 这个公司 我们看到它基本的价值 和现在的价值呢 相去不远 它的基本的价值呢 是在160 它的基本的价值所在 是在160 所以这个公司被高估的幅度了 要比我们刚才说的 American Tower的 要高估的要多 它要比那个要高估的 要有点多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去做CCI 相比于AMT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会稍差一些 但是仍然是特别值得 关注的一只股票 接下来再看一个公司 那我们说 今天有三只股票 在下周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CCI是中间的一个 但是我刚才做过比较 相比于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呢 要稍逊一筹 SBAC 其实这是中间 其实是很大的一组股票 SBAC 中间我们说 这几个相对来说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上 是有着相当的内在驱动力 相对来说 有着要去切入到哪个去做的话 SBAC 目前它的 按照我们说的 它的performance 和它的价格来说的话呢 它的驱动力在于 就是几个我们对比的来说 几个如果对比来说 我们把它的交易的 这个性质 由中性开始向上去调整 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会预计 它应该是会能够跑赢 跑赢这个整体的大盘 那目标的价格 我们把它放在了380的位置上 现在的这几只都在下调 那未来的一段时间 它与其他同行一样 基础设施建设法案颁布之后呢 我们说如果 开始美国政府开始进入到这个650亿美元的投资过程当中的时候 特别是当美国政府开始面向农村地区开始去 面向农村地区去开展 这样的这个5G网络的去建设的时候 那显然它会 它会 去得到一个有力的增长 会得到一个 增长 但是它受到的这个增长和刚才的那两个来说的话呢 它是间接性的增长 CCI AMT 是更加会得到一个直接的 直接的增长 更加直接的增长 所以我们认为 SBAC 它在网络成分上的占比 相对来说是逊于我们说的CCI和AMT 这三家公司进行比对的时候 它会稍续运行 这是我们看到的 所以在下周 这三家公司 它属于一个系列 我觉得中间的是 可以去做一个关注 当然我觉得中间最理想 AMT 在价值上是最理想的 刚才我们也给出了 详尽的 详尽的这个图形 以及它图形的解释 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去谈 谈一些我们更细节 就是如何去建这个仓 这是我们课堂上中间 更加内部的东西 更加内部 就是一个股票 如果它开始涨 如果它开始涨 或者开始有行情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 一个入场点 才能够做一个有效的 这个交易的一个位置 否则的话 你入的太高 出的太低 你的这个交易 其实并不是 并不能够真正有效的 能够去真正的去赚 我们看到 它现在的下跌的速度 仍然是比较快 它的价值所在的 是在260 250到260的这个价值 就是它 那我们如果有效的 回归到这个价值上下 5%的这个区间的时候 我会认为它比较合理 5%上下的话 就是在中间的 再加一个10美金 250到270之间 现在272 就是上下5% 回归到价值 如果能够入在260之下 那就是非常好 它的价值是在310 到320之间 就是明年年终的价值在这 所以如果我们去做 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话 以这个图形去做 做布局 多头头寸 买入的区间 是在260 假设我们中间买到 265左右的位置 它的止损 止损位置 就是朝下止损的位置 我们把它放在 我们把它放在下方 乖离出10%的位置上 去做这个止损值 所以它的中间还是 回归到价值的时候 会来到未来的 大致310到340左右 我们给的数值 按照100万美金 最大风险 我们以最大风险 2%来去做 它的目标价格 我们认为 它的target price 我们做到300 不一定能够做到310 大致是300到310 那止损的水平 我们大致给到250的下方 止盈水平我们上去 进场价格 我们标注一个 大致265左右的 这个进场价格 265左右的进场价格 那这是我们看到265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见多少的仓位呢 大致 以2000美金的亏损上限 以2000美金的亏损上限 我们可以建仓的是 133 亏2000美金 所以10万美金亏2000美金 如果我们中间本金 中间我们本金再加一个 以100万美金亏损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1300手 那1300手的这个这个交易 持仓的时间呢 我们大约会会有这么一段时间 短线上一定要找好位置 就是短线上 你可能要要去提早找一个 找一个好的位置 去找去找一个好位置 10月份的时候 这个行情 10月中的时候 这个行情来到过267 极限值260 看他能不能有效 走一个调整回来 好 那我们 今天内容就和各位去 进行到这里 正在这里 看到 leash наши 这么 own 似乎 今 真的不足 误